阿弥陀佛 像亚伦可以说警告所有的人 特别是有钱的人 像亚伦没有说你是有钱的人你是不好的 没有 没有这样讲 他说你小心你怎么利用你的钱 不要忘记了 像亚伦写的在罗马人是很清楚 钱是所有的邪恶的根源 小心 如果你有钱 什么都可以说 这个时候我生活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 我也去了很多普通的国家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可以听他们的语言 我再也能帮忙听到这个 这个是我个人的体验 有些的人 他们帮到这个时候很复杂的罪 很复杂 真的很难解 穷人 他们的罪很简单 麻像 就是你没有人这么判断 可能你判断是偶钱 基督弄 但是有钱的人 他们的罪真的很好 你看 我有钱 我有钱 因为我有钱 因为我有钱 我有钱 不是在社会而已 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 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今天 香港人特别讲什么呢 就是 就是 换很多社会上的罪 我们说social states 我们哪个人换罪 Money 大人 我这样换一换 这个是我们说在 身体我们说 Personal 性 个人的罪 但是呢 在身体方面 我们说 social 性 社会 生的罪 意思就是 你的罪 影响到 很多人 就是罪 因为你有罪 你利用别人 公私人 等等等等 你们知道的吗 你们看 一千块两年 我们很多人在社会上还没有学到 很重要的 很多人在社会上暴力 为什么 大部分的饮料在哪里 有钱的国家 但是呢 大部分的 COVID-19的 频度的变化 在哪里 凶的国家 有钱的国家 没有给予 凶的国家 所以 疫苗 也是 我们自己 害死的 对不对 但是 还是这样呢 如果 如果 我们比较有钱 所有的 大部分 疫苗给那些 比较重的国家 所以 马上解决他的问题 这样的话 不会影响到 不会影响到 我的国家 就解决了 所以像包子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 邪恶 本身 就是 重大力 邪 你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办法做很多东西 所以 所以 耶稣基督这样的对方在 建国法断 圣经的人 是有福德 因为 给他花个水 没有那么多烦 股票 涨价了 跌了 没有关系 因为 跟朋友哭得到 所以我不要像我们一样的下单